你不想吃 妈妈 我想吃糖果条 还想吃肉笼 想吃还挺多 那你得怪啊 不怪不给买 妈妈 我会乖的 如果我再乖一点 可不可以让我吃狮子头 小吃货 真是妈的好儿子 请你一会儿 好 这是谁呀 白主任好 他知道我是白主任 小帅哥 你又来了 白主任 上次你给我的巧克力 我都吃光了 你还有吗 有 有 怎么跟人要东西您 刚好人家 刚从国外给我带来的 主任 这不合适 那咱们去吃好不好 好 走 这真不合适 主任 这巧克力 主任 他还没吃饭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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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劲了 你稍微多等一会儿啊 我完成了这个 就带你吃饭饭呢 行吗 乖 来 早上 不能摸那个啊 有症的危险 这让我全是细菌 听不 嗯 好 海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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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红旗吗 哎 主任啊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主任 我那儿还有一个数据 我得赶 马上过来 来看看你的宝贝儿子 小丑 主任 你上哪儿去了 你怎么了 妈妈 你怎么 你怎么了 我看看 怎么回事啊 还怎么了 真出了事就完了 他刚才差点闯到病毒室去 还爬到大树上 几米高啊 那掉下来会摔死他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让你别乱不好吗 你怎么回事都不听话呀 我不知道 妈妈你打我吧 我 孩子不懂事 你还不懂事吗 咱们这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啊 是医院 不是开玩笑的 是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还知道 明知故犯更可怕 没事 没事 保卫科刚才打电话来 我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你 你还跟没事人似的 那白主任 现在不是事情已经出了吗 我也知道这事情很严重 那她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你要她怎么办呀 我什么要她怎么办 我是在批评你 本身带着孩子每天上班 那就非法规定的 咱们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啊 上上下下对你有多大的意见 你知道吗 都是我在替你顶着 这不是幼儿园 凭你今天的违规现象 就该给你个严重警告处分 再说了 孩子这么小这么可爱 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要是万一出点事 你后悔得完了 好 小川啊 当心点啊 别乱杯子菜喽 天明啊 夫妻 给你杀了个事 你说 能不能前两天假再带来 又请假 我不是刚刚跟你说呢吗 那白老太太等着处分我呢 你这不让我跟人挑心去吗 不行啊 我就告诉你了 平时要跟人搞好关系 对不对 你说现在我们这么困难 你说 我没看你困难 我光看你把困难落到我头上了 那战刷不腰头 你怎么说话呢 我们因为历史原因 耽误了小成的教育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给抢回来 所以一切都得被小成让路 你说呢 我怎么觉得 我不是在给小成让路 在给你让路呢 我也不是靠你养黄的家庭妇女 你让我请假我就请假呀 不是来请谁请 你看你怎么说话 你跟我的关系都搞不好 你怎么跟领导搞关系 谁连犯都不做 喂 我找一下洪琪 小欢 你说吧 咱们谢我 谢你 为什么要谢你啊 我给小成找到幼儿园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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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吧 你想我怎么谢了就怎么谢你 拜拜啊 拜拜 乖一点啊 还有家人你放心吧 那拜托你了啊 听老实话啊 听了吗 好嘞 走 走 你现在工作热情很高涨嘛 自从小成上了幼儿园 我算是去了特别大一块心病 对 小孩还适应吗 他跟我一样一吃货 只要有吃有喝 当然奶都乐呵呵的 其实这幼儿园离兰桂成单位近 怎么总接你去接他呢 兰桂成 他现在跟总理一样嘛 要么加班要么出差 我累死他也不知道搭把手 心理素质特别的好 我觉得啊 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是不是变老了 可能是 不像以前一样 不是人间烟火了吧 我还哪儿顾上那个呀 不瞒你说 上次什么时候照到镜子 我都忘了 这小子 能吃能睡啊 真省心 真也是你们俩的福气 有时啊 这孩子挺心疼的 现在请保母亲了呀 你别说真起不起 你听李杰那儿瞎说呢 他 他什么都胡说八道 他一出众毕业生他懂什么呀 他就知道攀比 就懂得虚荣 我现在是不理他你知道吗 他还干什么干什么 还说什么说什么 我是跟他说什么道理 他说不明白 他说不清也不能急 对不对 这再不好也是孩子他妈 你说啊 他好了这个家就好 是这个道理吧 有时候我想啊 这对不起虹旗 你看 你们工资照发 然后我那工资 填补到那设备里边 然后呢 那以后啊条件好了 弄个两三个 七八个 八九个保姆 好 小陈妈妈 对不起啊我迟到了 小陈怎么了 刚发烧了 刚打完退烧针 是吗 那太谢谢您了 你也别谢我 你们这些做家长的 对孩子以后多操点心 我就谢谢您了 不好意思啊 那我先带孩子走了 行 走吧 谢谢啊 那走吧 慢点 睡了啊 又喝了点水 先睡着了 来 虎姐 坐着 我给你说点事 什么事啊 我想了想啊 李洁啊 说得也有点道理 要不然就把小陈送到全托 你看怎么样 不是啊我这样 我就怕得把你也拖垮了 哎呀小陈才多大呀 送全托 你舍得啊我可舍不得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这三天两头的出差 你也时不时不在家里 这没这个条件啊咱们 说着说去 还是咱俩没本事 你说咱有本事 弄一大房子 不能故意保姆住在家里了吗 那小陈还用吃这个苦啊 虎姐 我就不同意你说这种话 你怎么抱怨来抱怨去 最后都归根结底到房子身上 人得学会知足 我们一家三口住这样的房子 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怎么现在学得跟李洁一样 那么庸俗呢你说 行我庸俗啊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来来来来 这我这嘴啊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上全托的又不是你家小陈一个孩子 蓝桂成这也是心疼你 我也不是不知道 我就是杨佳这口气 她凭凭说我俗气 全家喝西北风就不俗气了 行了行了 说两句够够嘴隐得了 你现在要赶紧把她解放出来 让她多挣钱早买房 这才是正当 你说 为什么什么话到你嘴里说出来 我觉得特有道理 到她一嘴里说 我觉得特生气啊 算了算了 明天要去找全托一路远去 我今天太有福气了 一下班就有那么多的好吃了 等我啊 这个 蓝桂成磨饭吧 刚出差回来 就给老婆做了这么多菜 真不错啊 算是犒劳我吗 是啊 现在想想啊 这小陈不在家 真有点冷情啊 给她送全托了 想想我心里边也挺不是滋味的 是 不过啊 你先别这儿儿女情长 我先告你一个一手的材料 我们单位又要分房了 这可是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了 真的 我们单位不是盖了两栋打楼吗 一共有四百套 二百多套呢由卫生系统分配 还剩下一百多套呢 我们单位四个分配 我今天啊跟小欢盘算了一下 我们客室怎么着也得有一套吧 那百分秋 她现在房屋都超标了 那小欢那是家里肯定有房了 那就是小曲 小曲还没结婚呢 而且她们家有房 那小刘呢 虽然没分房 但是她功龄不如 而且呢 她媳妇那边已经分房了 所以算来算去 排队也该排到我了 没错 不过呀这两年 我一直没有论文 光等小成了 要是能够再有一篇重量级的论文 那就算锦上添花 那房子板上钉钉啊 没错 你有功劳吃肉 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 不高兴啊 我不是不激动 我是不敢激动 你想一想啊 这么多年了 我们有多少次分房的机会 全都泡糖了 所以我总结出一条经验 这世界上没有一万 只有万一 到什么时候我们仨 我妈住到那个房子的时候 我再把鸡豆拿出来 不管怎么说 今天咱们就要大口吃菜 大口吃饭 对了 饭了 儿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啊 你怎么一个人啊 老师呢 啊 啊 張勁 怎么了 啊 告诉爸爸怎么了 爸爸妈妈不要诚诚了 怎么了你 怎么不要你了 爸爸这不是来接你来了吗 诚诚不要上这个幼儿园 诚诚每天晚上要回家睡觉 不要在幼儿园睡觉 你别哭啊 你讲一讲为什么 你说 诚诚天天都往前打个虎追 为了诚诚从山上跳 跳起来诚诚就醒了 诚诚就尿虎 问老师骂诚诚 小朋友笑话 骂诚诚是撒尿大王 来来来 你起来 让爸爸看看 来 你起来 你尿裤子了 我问你是不是尿裤子了 老师没给你换啊 为什么 你跟老师说了吗 那老师为什么没给你换 我问你 老师批评你了 怎么批评你呢 就是说我是撒尿大王 家长同志 我们在这点呢 也对您有点意见 当初你们送孩子过来的时候 我们问过你们 说孩子呀 大小便能不能自理 孩子在家的时候是可以啊 大小便都可以自理 那我怎么能知道上幼儿园以后 大小便不能自理了 反而退步了 对不对 我现在不跟你说大小便的问题 我还有问题 老师为什么给我儿子起外号 叫撒尿大王 不会的 老师啊绝对不会说这个话 老师怎么就绝对不会的 啊 儿子 你跟老师说 老师是不是说你撒尿大王了 哎呀 你说 家长同志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老师是不是跟你说 你是撒尿大王 家长同志 家长同志 你不要逼孩子了 这可能是小朋友之间的误传 你们老师不能这么教育孩子 老师要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 孩子根本就没有必要上这个幼儿园 家长同志 你把孩子送到我们幼儿园 我们对他就尽职尽责的 如果你们要埋怨我们 或者对我们不信任的话 你们要接走孩子 我们也不会拒绝的 你们你们不能这么说话 如果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我就可以说 赶紧给会计打电话 啊 算账 我走人 你说什么 你给孩子退员了 啊 那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啊 我没来得及 关键这个幼儿园啊 太差了 这小陈尿裤子了 老师连管都不管 你说差不差 这样啊 那你也不能 你不会先跟老师沟通一下啊 那你就这么 一点点事儿 你就给他退员啊 不是 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 不不 你听我解释啊 我 我当然也不想退员啊 但是老师态度极其恶劣 我跟老师讲理的时候 老师又跟我大吵大闹 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讲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心疼孩子呢 我不是不心疼 我是生你的气 你当初怎么说的 我说不要送全头 你说非要送 说让腾出时间来我好搞科研 行 那就送吧 你知道前一阵时间我不送的时候 我那考琴上那红叉都快画满了 那百文秋天天憋着我 想想着处分我呢 你好不容易说把他送的全脱了 我说行 送全脱就全脱 让我安心地搞搞科研 现在怎么搞科研 我怎么搞科研 你难道忘了 我们单位马上就有分房子了 这房子还分得上吗 不是 那你 你不告诉我 那房子能分给你 都板上钉钉了吗 那写不写论文都无所谓了吗 板上钉钉什么呀 这两年我们单位 分来多少博士生 你知道吗 我要没点过硬的条件 这到手的房子也得飞了 我跟你讲 不行啊 明天还得给小生送幼儿园 还得去幼儿园 来不及了 你想啊 我跟老师吵了一架 他恨我还来不及呢 对不对 他怎么能让孩子上幼儿园呢 肯定上不了了 你这 小诚 你先玩你的啊 过一过心 走走走走 我给你进来说呀 你这没用 我跟你讲 这 这孩子幼儿园 肯定上不去了 这孩子他 他他老是不愿意 那会儿日拖上得好好的 你非让他全拖 现在倒好 又商量都不够 商量都退圆 那来回程你真是 你真是 谁还有一这么混蛋的人吗 谁混蛋 谁混蛋 你说谁混蛋 你说我爸你注意点 你给我吵什么吵 你一看儿子不痛快就退圆 你不痛快了 你就辞职下海 我要也不痛快了 我这儿也辞职了 咱全家都喝西北风去 你现在连家劲我扛着呢 这几个月的开销 吃着用着穿着 哪样不是我掏啊 你不是下海挣钱了吗 你不是还说挣钱买房子吗 钱呢 房子呢 什么意思啊 问我姐 小春快去哪儿啊 外面那么多车 这样这样这样 别急别急 你上那边 我往这边 好不好 好 快去快去 那边 怎么了 小春在我那儿呢 在你那儿呢 不行啊 我得告诉一下胡琪啊 别别别 你先看孩子吧 回去再给他打凌行啊 来 来 来 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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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来喽 你好 进 进 进 没事 爸 爸 我错了 你没错 吃饭了吗 吃了 吃不少呢 叔叔好 你好 喂 爸爸 我能够上幼儿园吗 没说你要去医生园啊 回家 再跟妈妈商量商量 好吗 衣服穿上去 咱们走 穿衣服吧 你说你俩也太不小心了 这我跟雨才 都不当着孩子面吵 你俩还知识分子呢 怎么这点常识都没有 你俩当着少当着孩子 叔叔 你爹说得对 不应该当着孩子面吵 我们家也没办法 地方小 想背着孩子吵 都找不着地儿 跟大大阿姨再见 大大阿姨再见 大大阿姨再见 妹妹再见 再见啊 走了啊 慢走 走走 刚才这句话记住了 不能再当了孩子吵 好 每个人都感谢了自己 有结实有漂亮的大房子 睡了 好 孟茜 我错了 是我不好 这最近啊 工作压力很大 事情比较多 着急上火 你看看 我这里边 切儿泡 还有啊 我一看 这幼儿园老师啊 这样对待咱们儿子 我这火腾的一样就上来了 我就 行行行行 说这还有什么用啊 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对了 我周二啊出差 周五才能回来呢 啊 你看你这人 每次都这样 惹了祸你就跑 那我怎么办呀 不是 我怎么带孩子啊 下礼拜 要不然送我妈那儿去啊 别逗了 这孩子马上就上学了 你爸妈能教他什么呀 教育很重要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要不然 跟方辰他爸 再好好说说 你还好意思开口啊 我反正不好意思 干脆 把我父母接过来不就完了 干嘛 你别出事都如意了 我想想办法吧 大不了累死呗 还能怎么着啊 老爸 辛苦你了啊 你真好 我 就你会说话 你这有颗白头发 你 有好几根了吧 哎呀 哎呀 让我亲一下 哎哎哎哎 小孩在这呢 哎哎哎 干嘛呀 大了也该自己睡 哎呀 哎呀 那哪儿一辈子怎么办呀 那也不能打扰他爸爸的好事啊 哎 哎 哎 咱们的爷爷 我吃了点神啊 你说 你们俩有多少时间啊 谢谢 你回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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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啊 你好好在这儿玩吧 啊 哎 爸爸走了啊 你要听话好不好 好 来 先去 先去 妈 洪倩 哎 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你赶紧走吧 爸爸再见 好啊再见啊 妈妈也快来不及了啊 来 儿子 这是吃的啊 这里面是温水 咬了就喝 见没有啊 好 你一人在家里边 可别动电器 啊 别动插销 不许爬窗塘 不许错过那几块花 见没有啊 好 你再愣都全死光了 好 妈妈你放心我知道了 你睡觉时候盖着点 别着凉了啊 嗯 妈妈走了啊 妈妈再见 哎哎哎 来 亲一下亲一下 走了啊 啊 哎哎哎啊 怎么了你今天 怎么不守舍的 我把小橙椅放家里了 你疯了你 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搁家里头 我赶紧走 赶紧回家 那老太逮着我怎么办啊 还不给你找麻烦啊 别废话了 我就说你出去办事了 行吗 他怎么不去幼儿园啊 别提了 孩子难过什么办法办事 回头再跟你说吧 我先走了啊 你快走吧 小文 怎么你要出去啊 主任 我让红旗下楼帮我拿份材料 那怎么还拿着包啊 这份资料抓紧时间翻译出来 我一会儿来拿 好 这老太太 真是跟事儿妈似的 老婆 你怎么又坐这儿了你 他不是急着要吗 这给我 走你的 行了 怎么不行啊 我大不了给他吵一架 我跟你说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方正有一同学的儿子就是这样 父母把孩子一个人丢家里头 结果这孩子从五楼掉下来摔死了 男人也离婚了也散了 包包包 那我先走了啊 快点快点啊 打车走 别省钱 小程 妈妈快来了 快快 小程 你干嘛呢在家 这大冷天空啊 他妈妈你买什么好吃的来了 你给 小程 好 小程 小程 文医生 你别找了啊 你让他带着咱们家呢 来吧 小程在您家呢 在我们家 妈妈 哎呀 你吓死我了儿子 可不可以呢 妈妈不然在家等着吗 你怎么跑到爷爷这儿来了 你们家呀 厕所漏水 我上去找你 才知道小程他一个人在家 还好 我去得及时 小程啊 一个人在屋子里头 拆那个拆 你看 拆小汽车呢 这小汽车啊 这么结实的一个门 他拆不开 就用刀子拆 结果呢 门还没拆开 把手啊就拉了 哪只手啊 这是对你们的控诉 是 以后可得注意了啊 今天 真是谢谢你们二姥姥 甭谢了啊 我们呢 也知道你们家实际困难 你在楼上 我在楼下 咱们都是邻居嘛 有什么事你就言语一声嘛 有老话不是说得好吗 远亲不如近邻哪 你就别客气了啊 吓死我了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白老太太要退休了 真的啊 你会不会当这主任呢 你要当这主任 我和夫妻那才就出了头呢 我夫妻也有这一天呢 现在斗争很激烈 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说正经的 那个课题研究项目有没有啊 我是想全力以赴 可是你说小程每天 得得得 别说了 你一定得有一篇想念的论文 如果我提证了 我就可以帮你去提要求 如果我提不了证 你也可以拿这个 跟新主任提要求 知道吗 其实呢我是有一个 还考虑得不太成熟的想法 你看咱们愿 这十年来做了不少心脏手术 嗯 在那个患病手术中 有了不少心脏半膜的标本 这个我想过 标本多是多 可是有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疯心病中晚期的病人 病理改变大致相同 没有特殊的 但是那百分之一是不一样的 这种病损啊 叫做黏膜变异 这在黄种人中是非常少见的 当然白种人很多了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这个病理病因研究 亚洲还没有先例呢 是 你这一课题一报上去 那肯定全院轰动 真的真的 这篇论文一出来 你绝对就成学术明星了 加上之前你评的那个分 新房的那个楼层 都得让你随便挑呢 还没当着主任呢 你现在说他的样子 就跟那老太太一样 去你的 你才像老太太 都到齐了吧 来来来来 我说一下啊 这文件大家都看到了吧 到现在没人报名 这现雪是光荣的 对啊 另外呢 今年分房子的时间又快到了 组织上对每个同志的表现 是要考核的 主任 我报名现雪 小文 你真的报名现雪 洪琪 你上次检查不是贫血吗 你看你现在脸色都不好看 没事 是偏低 但是还是属于正常范围 血液系统是生产机能最强的 对 才抽二百cc 很快就涨回去了 那主任什么时候现雪啊 今天有现雪的吗 有有 有 一会儿就有车去现雪站 小文啊 这次院里啊 还给现雪的同志 每人补出四百块钱呢 还能在家休息三天 你准备一下 我打个电话给他们说一声啊 好 扭屁 好了 放松啊 温柱 好 哎呀 醒了你 没事 你真醒了 我啊真挺羡慕你 也挺敬佩你的 咱们科室如果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 就不会有本人就这样的人没所欲为 嗯 那倒是 真没事啊 真没事 来 等我钱发来 我请你吃饭啊 我拿你现雪的钱吃饭 我狼心狗肺啊我 走了 后天 一个女孩子 除了自己要注意饮食之外 她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美妖 啊 你看 你的发型很不错的 不怎么了 哎呀 那带又灰尘 去看看 提醒你 是不错的 这边 啊小姑啊 那个切片别忘了 那个 白植儿 对不起啊 坏了你的好事了 我们谈工作了 真是个好领导 对女下属尤其关心啊 这个世界上有一半人是女性 我不能总跟男下属说话吧 对了 你这次能反聘 我没少处理 咱们做人要知足 好吧 你不是说刘能晚上要来吗 要准备饭吗 随便 咱们吃什么她吃什么呗 说得轻巧 就上次那一回没大肉 她就掉脸子 我反正就是你老妈子秘 怎么伺候她们 也不会给我个好脸色 那你就好好准备啊 你都会说现成的 这买菜做饭都是我的事 我这腰还不好 你怎么这么多没用的话呀 怎么叫没用的 这么多年了 我贴着工资给她们吃给她们喝 还真把我当你们家老妈子了 到家里来连一个招呼都不打 别说叫生妈了 连生阿姨都没叫过 我求啊 别太小心眼了 毕竟是 没生没养啊 你是和我结婚 又不是和她结婚 那她有本事别到我这儿来要房 那回头我好好教育她 好 谢谢 就你勇 本来把主人打的谱 就是小刘或者小曲 他们二人里去一个就行了 谁知道你自告奋勇站出来了 我使劲拽你都拽不回来 跟头牛似的 来 贵城 来得正好 说说呢 同志 这么大事也不打个招呼 晕倒了 打电话告诉我了 你怎么想的 多大的事啊 那我生孩子时候比这湿的血多多了 你身体好吗 我问你 你身体好吗 你别瞎积极了好不好 什么叫瞎积极啊 这是我的觉悟 我以前受到的教育 就决定了我会有这样的行为 再说了 我这儿积极呢 这分房人还挑刺 不给我呢 我再不积极 更没我的房了 就是为了这房 我也得争取表现一下啊 糟糕 忘了吉小成了 小疼啊 待会儿就他回来了 你一定注意这态度 哎哟哟哟 知道 说一下午了 贬不贬呢 爸 我跟您说吧 您这家ubる管用头 我早住上房了 对对对 我至于现在去 挤那鸽子窝去吗我 对对对 我觉得吧 您就别觉得了 爸 我跟您说啊 就这一回 没瞎次 我受不了这个 知道吗 他是谁啊他 来了 刘能来了 喂 你坐着 我马上做饭啊 别管了 您这刚回来 乖累的 快快别管了 别管了 无理所 无理所 妈 人家 刚下班就买菜去了 您是 快辛苦的 爸 你也是 这怎么让我妈 一人买菜去 不是 是 现在挖的车那么多 会得磕着碰着的 是 是 是 我跟您说啊 我可就这么一个妈 这就是我亲妈 你知道吗 对 是不是 妈 烫 烫 烫 您喝喝 妈 您找着这个 您儿子 您儿子我特意去农贸市场给您调的小牌 刚做得您 真香啊 怎么样 香不香 我妈说香就行 你知道吗 妈 您坐着啊 今天您儿子我好好地刺好 爸 你也别插手啊 你陪我妈聊聊天什么的 来 坐小牌的喽 怎么回事啊 你教育他 是对 今天我好好地批评这一顿 他以前太过分了 他也不想我 你也别把孩子说得太狠了 他能用这个态度不错了 毕竟像你说的没声没影 他能这么对我 可以了 一看红旗那眼神啊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回不来 还愣说自己能行 行什么呀 都几点了 真要是让他去接小程啊 那小程非等傻了不可 没错 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的错 我呀 知道你们两个呀 工作积极 优秀是吧 人品也很好 可是呢 我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好好劝劝你们 工作和事业再重要 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啊 你这一生啊 就被否定了 多想想孩子吧 总之一句话啊 我们家的大门随时向小程敞开 热烈欢迎 谢谢 谢谢 快谢谢牛爷爷 谢谢牛爷爷 来 夫人 来点餐后水果啊 来 来 来 行了 行了 是不有什么事儿求我啊 瞧你那样 看你说的 老夫老妻 非得有事儿求你 那对你好啊 我还不知道你 说吧 上次刘能就来说 小能要上学了 那个大杂院不方便 是不是 想把户口牵到我这儿来 我这儿来说 开始啊 我是不想答应 可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她叫我妈 我就是小能的奶奶呀 这孙子上学我不能不管了 签过来吧 下个月 就把那客房收拾出来 怎么了你 说话呀 你的想法挺好的 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呀 那你说怎么办 要想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得帮刘能解决房子 我说呢 怪不得又帮我办反聘 刘能又管我叫妈 感情这谜底都在这儿呢 白秋 你不让总把自己摆在受侮辱受损害的位置上了啊 你怎么对待世界 这个世界就怎么对待你 你现在对刘能好点 将来她会加倍地孝顺 不用孝顺 别来算计我就行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啊 我的房已经达标了 就是反聘 也不可能给刘能再换一套房子 我们下期再见 仿佛并不遥远 昨天就在眼前 你那开心的笑脸 像蕃月花在爱天边 到处霓虹耀眼 仿佛夜空灿烂 你那迷人的笑脸 不要随流星闪现 能否给我一生的浪漫 让时光锁住心中温暖 纵容走过平平满满 要欢乐万岁早早晚晚 能否给我一生的浪漫 让心灵变得简简单单 从容走过后够看她 渴望的幸福就再见面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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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